动词什么时候用原形 六种情况要记轻 第一种 can, may, could 像这样的形态动词后面 我们要加动词的原形 比如 he can swim 他会游泳 这里的can是形态动词 所以呢 swim动词原形 第二种 do, does, did 等重动词的后面 要加动词原形 比如 他不会游泳 he doesn't swim 这里呢 有了does这个助动词 所以用swim动词原形 第三种 是十一动词 let后面要加动词的原形 比如 我让他游泳 我们要说 I let him swim 第四种 是在一般现在时的时候 主语不是第三人称单数 比如像 I, you, weigh they, they 当他们的动词的时候呢 就要用动词的原形 比如 they swim 他们游泳 第五种 why not 为什么不 那在这个句型的后面 我们也要用动词原形 why not swim 为什么不游泳呢 第六种 you'd better 你最好怎么样 那这个句型后面 也是要用动词原形的 you'd better swim 你最好游泳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关注一下老师 跟我一次学吧